五夷山 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 双重头衔的秀美之地 五百公里的霞长山脉 两百多处丹霞地貌 汽水绕山而行 丛林郁郁葱葱 天心永乐禅寺始建于唐真元年间 是五夷山最大的寺院 佛教华昼八明山之一 天心永乐禅寺由于偏居山芸 周边崖悬赫山 中年云雾缭绕 种植茶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从天心岩九龙科的大红袍产地 到岩壁上遗留的 天心禅寺和尚所作大红袍时刻 五夷山的天心永乐禅寺 不仅是大红袍传说的起源地 更是明代皇帝所照封 山间多雨 雨水冲刷下的岩石与植物的腐植制 无形中丰富了茶的韵味 离其山外的茶田 天心永乐禅寺的茶园 只能散落在山间内 一夜三开面 是岩茶采摘的标准 青夜被绝均摊晒于竹面之上 相互叠压不超过两公分 以保证每一片夜的呼吸 临北珍贵的阳光 加速了夜表水分的消散 看清做清是祖训 反复间断的摇清亮清 使茶叶始终徘徊在走水与溪水之间 入夜 摇清的吸索声没有停止 茶人的勤勉 激发出夜的心声 夜已至深 点火添柴 眼中的茶青 手下的烫火 心底的分寸 达到了一种平衡 成团的茶叶在棱骨上来回揉搓 简单枯燥的动作 僧人们要重复上千次 三十分钟内 茶必须备火一次 一整夜的繁复工序 叶片幻化成茶 这个过程向极了僧人的隐忍 僧人们会审凭备火后的茅茶 通过色香味形做出判断 师兄 我觉得今年这个水仙呢 这个味道好像跟晚年不一样 因为今年我们几乎上全是用手工材制作 所以它为晚年下了更多的时间 要更多 要做得更精大 今年呢 我们整个这个茶呢 这里头呢 在佛教里头讲的 叫众人合合 用心还是特别重要的 除了技术之外 还要用心来做 所以呢 今年才能够做出我们这么好的茶 茶人最终是和茶交流 和自然交流 与群山之间 一人独寻 寻得一片叶的渐进 才懂一杯茶的甘甜 让更多爱茶之人 喝到正清和雅的五一盐茶 是茶人少丽娜的使命 坚持正本清源 坚守中国公益 天心缠缠 感谢您的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